水 在上级组织 还没有取消命令之前 我们还是要跟自己的妻子 保持现在这种状态 到底是谁不同意我入党 是不是你不同意呀 疼 我在你的汤药里 多加了一味草药 巴豆 回你的营部睡去吧 好了 好了 别管人家的事了 我们一早点睡吧 我们不能光想着自己睡的安稳 应该去关心其他同志 我 我就帮助他 怎么样 天牛本名黄家贤革命军的人 老郎用他部下的生命 威胁黄家贤打探十一 和我主力部队行踪 现所有人质疑被杀 杜娟花身份老郎未曾透露 果然不出我所料 天牛的身份彻底可以证实了 但遗憾的是 我们还是没有有关 杜娟花的准确情报 好才不怕判 好样的 沙龙这小子 没辜负咱对他的一片期望 我也没拜交的 小疙瘩 电门什么时候收到的 后半夜 凌晨四点来中 我就问你一句话 谁让你钻出来的 进去 我现在就是不太明白 这个大战功 它不会发报啊 这电门它是怎么发出来的 这就叫萧綦不拍尿 各有各的道 那反正是发出来了 你能不能不说这些 不照调的小句子 随主人 黄家贤的身份 现在是已经清楚了 该跟他坦白了 您还同意 我当初跟您提出的方案吗 我同意 不过这事得跟梅山海商量一下 来对了 他怎么没来啊 别提了 拔斗吃多了 出不了门 什么吃多了 不是 白鲁 咱俩是夫妻吗 你有意见咱提意见 有问题咱解决问题 有矛盾咱们处理呀是不是 对不对 不是 你怎么能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呢 我跟你说 就这一会儿功夫 我可上了五套目 算了算了 你吃饭呢 我不跟你讨论这个话题了 不过白鲁 我觉得 咱俩真的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 你我是夫妻 你怎么能下如此黑手的 如果我们 如果 我们还有什么如果 现在只有后果和结果 不是 白鲁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这黑手你也下了 反过来你还生气了 其实我知道 你是为了入党的事情生我气 对吧 对 我就是因为这个生气 这种事 居然还骗我说什么肚子疼 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入党 行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怕其他同志说闲话 你想想啊 咱俩刚结婚没多久 随后你就参军 穿上军装还没多久那就入了党 你让别人怎么想啊 别人会认为 我给其他相关的部门施加了压力 这影响多不好是不是 是 这件事我没跟你打招呼 是我的不对 我向白鲁同志道歉还不行吗 你这是默哀呀 还是道歉呀 我要喝水 喝水好 喝水就代表还是需要丈夫帮助的 水来了 马上来 水呢 水来了 来来来 喝水喝水 大陆 咱以后就别闹了 再闹我肚子真受不了了 真的真的 我这 我这给你倒完了我又该去了 好姜吧 赵副营长 今天带我来 不光是要测试我的枪法吧 我们革命军这里 目前只能搞到这三种 女士用的手枪 不知道黄小姐习惯用的一支 赵副营长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说吧 今天找我来 你想干什么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 你的那些不祥 早已经被老郎处赐了 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情报千真万确 是老郎亲口说的 我们终于明白 当初你为什么会跟沙龙一起来到我们駐地了 你是迫不得已 为了挽救他们的幸福 只能替儿作陷 但是你之始至终 都没有做伤害我们蒙虎营的事情 这让我们很欣慰 也很感激你 你怎么会跟沙龙一起来到我们鞠虎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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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哭出来 也许你会好受些 来 你没事吧 秦蕾 你看什么呢 没事吧 我们走吧 好了 别太难过了 其实 你即便找到了办法 他们一样会遭毒手的 因为老公 小郎不过是用你做诱饵 替隐藏在这里真正的叛徒 做掩护罢了 对不起 我失态了 不 正好相反 我非常地敬佩你 就像敬佩你的姐姐皇家慧一样 你就是十一 对 我就是十一 我和你的姐姐一起出生入死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是生死荡荡 我姐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 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 皇家慧牺牲自己 掩护我逃离了军阀的抓捕 要知道 我不该是以十一的女人 你不明白是吧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是什么人 是 家慧 你怎么了 在说什么呢 我 不叫皇家慧 我的真名叫叶薄七 我是革命军情报人 我一直都在利用你搜集情报 我不明白 你究竟在说什么 你怎么可能是革命党呢 我不相信 当时军阀早已在房间周围布公 皇家慧的钢笔中 被军阀安装了几顶器 就等着我们彼此暴露 你姐姐被抓后 我几次营救都未能得手 之后 就突然没了她的音血 这个老混蛋 他居然骗我 说是你杀了我姐姐 而且用我部下的生命来威胁我 他安排我做杀龙的女人 让我到革命军的驻地 而后打探十一 和革命军主力部队的动向 如果不按规定日期 给他输送情报 错过一次 他就杀我一个人 真的对不起 我前几次都发报了 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你向军阀发的每一份电文 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那你们为什么不抓我 首先你没有向军阀 出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其次 我早就判断出你有难言之隐 是被迫做出的决定 所以我就想 让你说出实情 直到现在我们查出了真相 你怎么办 其实你今天带我来这里 我已经有预感了 既然我的人都已经被杀了 那我留在这里 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给我武器 我要为我的弟兄们报仇 这个仇我们蒙虎营一定会帮你报的 但绝不是现在 你也不能单将匹马去武昌 这需要详细的行动部首 需要时间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耐心 如果你的部下被杀了 你会等待吗 你不要告诉我你会 因为我不会 那你想怎么样 尽凭一把冲锋枪 一把步枪和一把手枪 你就能冲进武昌去杀死老郎吗 告诉我你能吗 如果你能的话 我是医院陪着你一起杀进武昌城 现在立刻马上告诉我能吗 还是你身上想绑克手榴弹 跟老郎同归一尽 我告诉你 没等你靠近老郎 你就被军阀给杀 说句难听的话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就是因为当初你不服宗命令 擅自带队去报仇 才导致手下的弟兄失去了性命 难道你还要一做再做 你要知道 杀军阀的前提 是你自己必须先活着 即使你很清楚 自己见得面临的是什么 回到部队 再拉出一支队伍去报仇 根本就不可能 只要你一回去 面对的只有军阀从事 那样的话 你的仇永远也报不了 如果你信任我 信任我们蒙虎营 就要耐心等待 只有这样 你才能为你的弟兄们报仇 那你今天带我来这里 是练枪干什么 因为你进五常城会用上 我的人现在就在五常城内 你进城后 与他取得联系等待之令 何时行动 时机一成熟 马上就出发 你应该知道 我要走 没人拦得住我 我要做的事情 也没人阻止得了 你也应该知道 我不会骗你 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 关于小疙瘩的 你们是不是把小疙瘩藏起来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因为那天于怀卿 有问起小疙瘩的事情 我就觉得 你们肯定又在他身上做文章了 你也跟我说句实话 军阀老郎 是不是安插了一个代号 叫杜鹃花的眼线 在你们革命军部队里 是 这个人应该就是玉花青 还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和营长在村口碰到你 告诉我 那天晚上是不是就是 那个黑衣人 告诉你有关杜鹃花的事情 是啊 他就是杜鹃花 十有八九就是他 对了 他的声音 跟玉花青很像吗 他的声音 明显听出来有一些变化 而且穿得很严实 不容易被识破 但是他嗓音的质感 确实很小 我希望 你暂时不要胜张此事 我们要利用他 完成我们的计划 接下来 你要给老郎 再发一次电文 您船长Br disclosure 四领 王嘉 energía跟杜鹃花 前后发来电文 你 两封电文几乎是同一个信息 石屹还活着 但是两人都未曾打探 主旗准确的藏身地点 是谁先发来的电文 是赌娟华 那这样说来 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 黄家贤在电文上说 革命军已经知道他的身份 几日后将把他送回他所在的部队 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取留 无所谓 这一点属下知道 但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黄家贤的动向 去测试本田真二呢 你是说 让本田真二去暗杀他 是的 如果他是沙龙 对黄家贤下手 他的内心多少会有一些变化 而我 一眼就能看出来 也就是 你要跟他共同执行这个任务 是的 司令 我 你一定会的 要是 我 你 备 我 同样在此地没有驻军 所以这片区域属于真空地段 而且那儿的地形便于伏击 我和本田真儿两个人 就能够完成任务 我同意你的计划 是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 电讯士的一名士兵失踪 我认为他已经被人做掉了 另外 监听车的士兵之前真听到 郊外有微弱的信号 相互传送情报 但是 他们只能判断出 电台信号不是我军的 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失踪 郊外 是我军通讯兵失踪后 监听设备才真听到 不明电台的信号 是 之前我军的通讯兵 接连被龚大强暗杀 现在又有通讯兵失踪 而龚大强再次出现 想要暗杀你们 还有 革命军是如何知道 皇家贤的身份的 你说过 革命军查出皇家贤的身份 只是时间问题 我是说过 不认识 但这些问题先后出现 就一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在你们出发之前 也许 我应该先测试一次 本天真二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蝶妞的真名叫皇家贤 他是假装失忆 要我说 一定是想潜伏在这里 打探我们国民革命军 驻地的情报 这不叶百合亲口说的吗 你刚才演赛场怎么还问 不是 那咱们就这样把它交给 五十四十的人 也不神圣 我说你整天怎么那么爱审办人 你没听见刚才崔主任说吗 他爹是谁 他爹是上面的头头 这你也干什么 行了 要我说 让五十四十的人自己去处理 你就执行命令吧 带上十个战士 三天后出发 但是我告诉你啊 黄龙侠是你们的必经之地 那里可是真空底端 小心别让军阀打你们的埋伏 军阀怎么会在那里埋伏 他们想杀人灭口 不对啊 这军阀怎么会知道这事了 我发现你这脑瓜子 拽摇得比我还快 我可没想那么多 我就是想提醒你 我还有事呢 先走了 小剑 那里是真空底端 小军在那里军阀会有埋伏 northerncía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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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下来 我们下来 还有大家 为什么派我押缩黄家线 是不是他们看出什么了 难道想借军阀的手除掉吗 不行 一方万一 必须尽快打探出谁的下落 回到司令那里 我也有个交代 你走 我跟你说 有一天 我们和老狼 站在他的司令部里 有这么几个人 来来 有你我还有土傻蛋 就是你大哥 这时候老狼就开始说话了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 你看上去很紧张嘛 有吗 我紧 紧张吗 我 我不 我不紧张 是不是想起了很多事情啊 我 我想起了什么事情 你说什么事情 就像你刚才在我们院子里演的那处一样 一会儿 你就动手在老郎身上这么一抓 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把他身上的作战计划给偷出来 我想起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说出来我听听 跟郝天上校有关系吗 说吧 什么事情 这 快给我说出来 我相信了我大哥沙龙和赵府营长 一起商量利用营长梅山海和死去的小狼 长得很像这一点 找机会冒充小狼认爹 然后混进军阀司令部 偷去手中计划 把你们一棒打尽 慢点说 你说那个营长 你刚才说跟谁很像 蒙虎营营长梅山海 和您的儿子袁小狼长得很像 我实话实说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牛四斤绝不撒谎 你是说沙龙要让这个营长冒充我儿子 混进我的司令部 盗取守城作战计划 对啊 就是这样的 你又没见过我的儿子 你怎么知道 跟他长得很像 我是没见过 是沙龙和赵府营长告诉我的 我逃出来的时候 郝天上校和这位大哥也看见了 怎么 这么大的事他们都没告诉你吗 郝天上校 司令 你怎么解释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您听我说 那个戴着眼镜 留着大胡子的蒙虎营营长 叫梅山海 我之前跟他接触过两次 时间都不长 而且第二次甚至场面还有些混乱 现在想想他的梅雨之间 确实有几分与元郎相似 但是我认为那不可能 你在他们那里 被这个梅山海审问过多次 你不会也想说这是不可能的吧 司令 司令 我确实认为梅山海和您的儿子很像 但是我不敢向您汇报 我怕因此侮辱了小郎先生 毕竟梅山海是革命军的营长 够了 你这是失职 今天把你们三个都交到这里是有原因的 古萍上校在你们三个的口供当中发现了问题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在撒谎 而我安插在革命军内部的眼线杜鹃化 昨日发来了电文 他说你们三个当中 其中一个人已经投敌 而且在给革命军输送情报 我军监听车已经拦截了电台的信号 也破译了密电码 点文内容是 我已经得到了军阀的信任 即将展开下一步行动 是 司令 他俩都不可能 您这不是明摆着说我的吗 不是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饶命啊 司令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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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杀龙逼我去干的 我怎么可能出卖司令您呢 司令 求求您别杀我行不行 司令 司令 他说得对 对啊 我坚信你们是不会向革命军投降的 尤其是你本天真二 你是日本特高克的人 事情很明显了 我认为你 才能处理到你的 我认为你 是 是 是 他 你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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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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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被我们关在牢房里 他是如何向外 传递情报的呢 我们根本就没有关押他 而是把他安排在 都办处士兵的寝室 并没有派专门的士兵 负责看押他 一定是他趁人不备 利用都办处的电台 向外发出的情报 不 不不不是这样的 我都不知道 都办处的电讯是在哪儿啊 你撒谎 早在你去革命军之前 我就带你去过 都办处的电讯室 难道你忘了吗 不是 不 我我我我差点忘了 再倒是我就去那么一次 我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台 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的 饶命啊 我真的不是我干的呀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 司令 本田先生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 我明白了 那就执行吧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发泄的罪象吗 就现在 郝天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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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我的事啊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冤枉了 郝天上相 郝天上相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对不起 郝天上相 我忘了装子弹了 起来 起来 不 这回我自己来 司令 您这是想干什么 我想告诉你浩天上校 真正投降革命局的不是优丝金 我知道是谁 你 我再带一次 对不起 本田先生 让你受惊了 汉有力 早就被革命军策罚了 他欺骗了我们 我不应该让你经历这一幕的 但是之前五平上校 对你确实有所怀疑 今天 我亲手杀了他的部下 希望 你也能够原谅五平上校 可以吗 我进行 我想您是越来越生越了 你不渐越你越来越 Nicholas 是 陈丹 人家 国家 克里 我 你别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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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